那如果你想要性能的純電修旅的話 這一款我們一起來看看 沒錯啊 連法拉利都不需要向市場妥協 推出性能版的一個修旅車 因為現在修旅車的市場 真的是非常的火紅 再者啊 電能的修旅車啊 非常容易就能夠達到 非常高的一個動力性能輸出 也就是能夠像超跑等級般看齊的修旅車 你想想看 有很好的性能 然後又能夠有非常好的承載空間 哇 這是不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看到法拉利也推出了修旅車 那我們今天試的這一台呢 是ODI E-Tron S4 Bag 其實ODI E-Tron修旅車推出也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S版呢 是最近才開始跟大家見面了 那這部車呢 它基礎售價是408萬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啊 我們常常會說 一部電動車我們會說 它是前輪驅動 還是後輪驅動 因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電動馬達的配置 造就了它的驅動輪的一個面向 所以有的四輪驅動的電動車呢 就是前軸後軸各配置的一具馬達 但是這一台ODI E-Tron S4 Bag 相當的特別 它採用的是非同步式的三馬達設計 怎麼樣的三馬達設計 它在前軸有一具馬達 在後軸有兩具馬達 所以它的動力性能也相當的不錯 它的縱效馬力來到了435匹的縱效馬力 而且扭力有808牛頓米 當然這是一般模式之下 如果你使用它的BOOST模式 它的縱效馬力可以來到503匹 以及973牛頓米的最大馬力 針對一台這麼大尺寸的休旅車來說 這樣子的動力性能是相當的驚人 所以它0到100的動力表現 只要5.1秒 那你會問啊 剛剛我們講的BOOST模式 可不可以用在0百加速上 當然沒有問題 在BOOST模式之下 0百加速只要4.5秒 就可以完成0百加速了 那我們知道以電動車來說 動能回收也是電動車在性能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所以因為它具有三具馬達的設計 所以它在動能回收上面 哇 也有了相當不錯的功率 因為它最高的煞車動能回收 可以高達270千瓦 算是非常高功率的一個 動能回收式的設計 那麼電動車呢 當時是以這個節能環保而著稱 可是呢 因為電動馬達所帶來的一個動力的強項 讓電動車也跨入了性能車的這一關 所以電動車為了要能夠讓它的 續航里程更長 通常在它的電池的容量 在它的電控模組 在它的這個空氣力學上面 以及馬達效能上面 都有做非常大的一個努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Audi E-Tron S Sportback這台車 它在空氣力學上也下足個功夫 我們可以看到由車頭的前方 這個貫穿式的車輪氣連進氣口設計 它在車頭兩側 直立式的這個氣連 裡面有水平的板件 將氣流導入之後 開始做所謂的氣流分流 那麼可以減少不平穩的氣流 造成風阻的增加 所以你會看到 這麼大的一台休旅車 透過了完整的空氣力學設計之後 基本上它的風阻係數 已經來到了0.26cd的水平 這個對於一台休旅車來說 是非常強悍的一個設計 當然我們剛剛講了 這台車有很不錯的一個動力表現 所以它也要有相對的 非常好的一個操控性能的展現 那麼這台E-Tron S 我們剛剛提到 它後軸有兩具馬達 所以它有一個專屬的 後軸馬達扭力分配系統 這一具後軸雙馬達的 扭力分配系統 它可以極大化我們進彎的時候的 一個速度 讓我們有更好的一個操駕性能 同時它可以最大化的 控制行駛的平穩度 來提升我們駕車時候的 一個安全性 最主要是這一具 後軸扭力分配 而且是由控制元件來去調整的 並不是像以往機械式型的這種 機械式設計結構 透過傳動軸來分配 這個左右兩輪的動力輸出 所以它可以用毫秒為單位 來去做精密控制 輸出輪的扭力輸出 甚至讓這一台車 可以有甩尾模式的一個表現 這一點是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當然在內裝的鋪陳部分 我們也看到它有一個相當運動化 內裝的這個質感呈現 不過開電動車 還是在充電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因為如果你以純電為行駛目標 要達到所謂的純電生活圈的話 這個部分你就要知道 你開的這台車 哪裡可以充電 怎麼樣可以找到充電站 所以Audi有相當多的電能合作 我發現例如Noodle 也是其中之一 當然它這是串聯了 全台灣所有的一個充電網路 當然包含有35個 DC直流的快充鋸點 以及204個 AC的目的地充電站 所以現在要把全台灣設定為 純電生活圈 一點都不能 現在大家都看到啊 就是豪華品牌的EA2B 都在推電能的休旅車 除了剛才我們看到了 Audi的E-Tron 接壓上了S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的性能更猛爆 那現在我們看到賓士 前一陣子我們不是還在討論說賓士推出的 這個EQS屬於這個豪華的房車的這種電動車嗎 現在呢 連SUV的版本也都出來 就EQS的SUV 它有什麼樣的看頭呢 我覺得現在每家車廠走入電動化時代 大家都真的都還在嘗試 就是不管是什麼級距 還是是什麼價位帶 唯一現在看得到一點點的趨勢是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都盡量往高價電動車再推 因為現在市場規模還不夠大 你越高價你的利潤才可能控制在一個相對程度 當原廠可以接受的狀態 所以賓士在這裡呢 不只出了EQS的房車版本 現在又跟著出現了EQS的SUV版本 這個車型的定位呢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EQS等於是賓士最頂級的電動車了 那SUV很簡單 就是最頂級的電動SUV嘛 基本上它的定位跟GLS 在汽油車這邊來講 應該差異不會太大 所以依據外媒的推估 它的價錢呢 只會比EQS的洗電來的更高一些 或者差不多而不可能更低 那我們對比台灣的價錢嘛 台灣EQS 450 Plus要賣到634萬 那這麼一來的話 SUV怎麼樣也是600多萬的事情了 好 那這台車呢 有什麼需要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呢 基本上它跟EQS房車一樣 一樣有450 Plus這個車型 跟580 4MATIC兩個車型給選擇 450 Plus單馬達後輪傳動 然後580 4MATIC就變成雙馬達四輪傳動 因為有4MATIC吧 然後一個呢 入門的355P 高階的呢 536P 那跟EQS一樣 這車子到時候上市呢 它的續航里程相當的驚人 都是600公里以上的續航里程 這可以滿足我們現在對於電動車 可能會懷疑說 啊 會不會有里程焦慮啊 或者我開到哪裡就沒電 就要找地方充電 這樣子的部分呢 在EQS或EQS SUV上面呢 比較不會發生 那除此之外呢 當然配備上 在這樣子頂規的電動車來說的話 一定是很滿很滿啦 一般車型就12.3吋加12.8吋的大螢幕了 如果是高規車型呢 580 4MATIC呢 甚至還可以選到56吋的整片的那種螢幕 56吋一延伸一延伸到乘客座去了 天啊 對 然後什麼指紋辨識啟動啦 氣壓懸吊啦這些東西啦 甚至因為它車格夠大 所以它還可以選擇七人座三排的版本 所以在這樣子情況下來講呢 我們會很容易想到說 這樣的對手到底是誰 直覺的會想到B&W iX 但是其實它跟iX又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我們只能說就像我最早講的 不同的車廠對於電動車現在的概念 都還在摸索階段 每個人認為有利可圖的地方不見得一致 但硬要抽的話呢 我覺得它跟iX還是可以放在一起 來研究討論一下 畢竟iX也是最近才引進台灣的車子 但是你說EQS的SUV不是車格更大嗎 對 其實更大 超過5米是不是 對 沒錯 它都叫S了嘛 那大概已經到X7了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 只是因為現在X7還沒有IX7出現 所以我們就會先拿來跟IX做比較 對 沒錯 對 沒錯